前言,一个能控制住不了情绪的人,比一个能拿下一座城的人更强大。 无论你有多么聪明,多么富有,多有准事,人犯怒的哪一个瞬间,智商是令,后一分钟后恢复正常。 记住,千万不要愤怒的时候,做任何决策,人的优假关键在于控制自己情绪,用嘴伤害人,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,我们的不自由。 通常是因为来自内心的不良情绪左右了我们。 记住,一个能控制住不良情绪的人,比一个能拿下一座城的人更强大,水深则流滑,与值得人贵。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学书话,只要花数十年时间学会闭嘴。 记住,说,是一种能力,不说,是一种智慧。 一,急事,慢慢地说遇到急事,如果能沉下心思考,然后不急不早地把事情说清楚,会给听者留下稳重,不冲动的印象,从而增加个人对你的信任度。 二,小时,幽默地说尤其是一些善意的提醒,用句玩笑话讲出来,就不会让听者感觉生硬。 他们不但会显然接受你的提醒,还会增强彼此的歼密感。 三,没把握的是,谨慎地说对那些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。 如果你不说,别人会觉得你虚伪,如果你能错词严谨地说出来,会让人感到你是个值得信任的人。 四,没发生的事,不要胡说人们最讨厌无视生非的人。 如果你从来不随便意测,或胡说没有的事,会让人觉得你为人成熟,有修,扬,是个做事认真,有责任感的人。 五,做不到的事,别乱说俗话说没有金刚钻,别懒瓷气活,不轻易承诺自己做不到的事,会让听者觉得你是一个严毙性。 请闭我的人,愿意相信你。 六,伤害人的事,不能说不轻易用言语伤害别人,尤其在较为亲近的人之间。 不说伤害人的话,就会让他们觉得你是个善良的人,有助于维系和增进感情。 七,伤心的事,不要见人就说人在伤心时,都有倾诉的欲望。 三,如果见人就说,很容易使听者心里压力过大,对你产生怀疑和疏离。 同时,你还会给人留下不为他人着想,想把痛苦折下给他人的影响。 八,别人的事,小心的说人与人之间都需要安全距离,不轻易评论和传播别人的事,会给人交往的安全感。 九,自己的事,听别人怎么说自己的事情,要多听听局外人的看法。 一格可以给人以谦虚的印象,二则会让人觉得你是个民事里的人。 三,尊长的事,多听少说年长的人,往往不喜欢年轻人对自己的事发表太多的评论。 如果年轻人说的过多,他们就觉得你不是一格尊敬长辈,前十好学的人。 十一,夫妻的事,商量着说夫妻之间,最怕的就是遇到事情相互指责,而相互商量会产生共情的效果,能增强夫妻感情。 十二,孩子们的事,才导致说尤其是青春系的孩子,非常叛逆,才用温和又坚定的态度进行开导,可以借让孩子对你有好感,愿意和你成为朋友,就能起到说服的作用。 让步的男人,是最可教的男人,一个不懂得为女人让步,为朋友让步,为女人让步,为合作伙伴让步的男人,是缺乏胸襟。 最无能和最不可教的人,找不到的男人最重要的标志,就是跟自己人,跟自己所爱的家人,无谓的争长短,论输赢。 那些看起来很爱念头的男人,其实是他们内心充满着不自信,充满着胆怯,那些装成硬汉,从不会认错而让步的男人,他们的内心往往充满着嫉妒和狭隘,阳光很难走进他们的心灵,一个懂爱,懂让步的男人,是最可教的男人,遇见了,就是你的福气,是一生的好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放文TGnews B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